基隆市立田徑厂主建筑拆除重建及周边运动服务设施改善工程持续施工中 基隆市议会非常关心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由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以及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等人 一起陪同听取简报视察现场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梓威表示 田徑厂对于市民来说非常重要 希望市政府可以加速完工 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场是承载基隆非常多小朋友的记忆 那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所有的设施 因为基隆地下人酬有一个这么完整的一个体育场的空间非常的稀少 所以这个有非常多不管学校的运动比赛 还是全市的运动会 还是市民朋友的日常生活运动都在体育场 那我想这个工程因为时间拉得非常的长 所以非常多市民朋友关心 所以我们有全体的议员提案来到我们体育场来做考察 邀请教育处来做报告 那我想我们非常关心进度问题以外 还有非常多的议员朋友关心市民的生活体育问题 譬如说我们的跑道 那有没有风雨的空间 也有篮球场有没有风雨球场 网球场等等 它原本的重要性就非常的强大 那现在又加上我们还有 可以解决周边停车问题的一个停车空间 所以施工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疑问 我想议员们都非常关心 所以希望市府教育处可以加速来把这个工程来完工 竞速给市民朋友 还有我们的学生运动空间 都有一个完整性的一个场域 那希望教育处可以用最积极的态度 来把这个工程来做完成 对于市议会的期许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回应表示 工程进度都在掌握中 希望可以如期如值在600天内完成 那先前在合约上在执行上发生了一些问题 那在今年市府面对这个过去的这些问题 我们用就是很快的去厘清的一些现况 也重新的招标 我们希望未来在工程进度上能够尽速来完成 因为运动场在对于我们基隆的市民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除了运动场之外 还有其他的包括的一些教室也好 或者网球场篮球场 这个都是我们在基隆市民生活上 非常必要的设施 我们会加紧完工 那针对目前的整个的工程进度 我们还是有在掌握之中 我们希望能够如期如值 在600天能够完成这一项工程 改建完成的田径厂将规划可以容纳3000人的看台 以及各两座户外篮球场和网球场 社团教室和重量训练室等全邻室内外运动空间 同时新建立停车场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 以及178辆机车停车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